好 日前網路上呢是流傳了一張圖文宣導 相信大家呢其實昨天的時候也有看到 因為我也是在這個平面媒體上面看到 所以呢連舒淇也在他個人的IGPO文了 其實呢這個就是在簡單的介紹 大家吃飯的時候其實會有一個習慣性的動作嘛 像是呢如果你去夜市吃飯的話 有些人不是口罩戴著 他就很順勢的直接往下拉 就戴在下巴嘛 就像這個圖這樣子 但是其實戴在這邊是非常非常的危險 等一下會來跟大家解釋 所以呢其實這個圖就是在教大家 诶正確你吃飯的時候 你這個口罩呢是要怎麼脫下來啊 怎麼收啊 到底要怎麼做呢 這個病毒才不會就是更加的容易的入侵 那其實今天呢我也戴了一個口罩 那今天我是穿紫色的嘛 所以其實我也是戴紫色的口罩 就有點直接搭上了這個芋頭湯圓的液體 好那其實呢這個口罩呢我現在就戴上了 等我一下哦 好你口罩戴好了嘛 這樣子那其實很多人呢他可能去夜市嘛 你知道夜市就一攤一攤一攤的 很多人就是我這邊買一個吃一下 去那邊再買一個再吃一下 但是很多人呢其實這個習慣非常棒 很多人是怎樣 他的口罩就直接這樣子往下就拉到這邊 然後就開始吃飯嘛 但是其實呢 現在這個就是一個錯誤的示範 你的口罩戴在這裡的時候 其實他是保護住你的口鼻嘛對不對 但是你脖子還有下巴這邊 其實就是病毒可能會附著的地方 所以當你把口罩這樣子往下拉 拉到這裡的時候 你是不是口罩的內部 你其實就沾到了這個病毒了呢 那你沾到了之後 欸我吃完了 那再把口罩戴回去 結果你又把他這樣拉回去 欸你就把你的病毒又直接送進你的口鼻裡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危險的動作 尤其是在疫情這種時候 這個口罩千萬不能這樣子拿上拿下的 那吃飯的時候 整缺要怎麼做呢 其實你是要把整個口罩 拿下來哦 拿下來之後呢 你是呢 裡面那一側要朝在裡面 然後這樣對折起來 然後所以外面就在外面 你就不會碰觸到裡面了 這樣這樣子病毒呢 就不會很容易的進去你的口罩內側 那接下來呢 拿下來不是就這樣丟了 不是這樣放在桌上 你是呢 最好的話 就是拿一個乾淨的塑膠袋 或是夾鏈袋啊 你就把它裝進去 然後保護好你的口罩 或是像我有時候 沒有身上不會戴這種夾鏈袋 或是塑膠袋嘛 我就會拿個衛生紙啊 把我的口罩包起來 然後就是收好 其實呢 這樣子的做法才是最安全的 所以提醒大家 以後呢 外出吃東西的時候 千萬不要把你的口罩在那邊 這樣拉來拉去拉來拉去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險的一個動作 所以呢 就是要提醒大家要特別特別注意 尤其是在疫情的期間